好 另外来关心航空业的发展 中国在重开国门之后 带动了全球旅游的丝绸回温 飞机制造商也很有感 因为满手订单 空中巴士和波音是不约而同 在上周都宣布要来招逼买马了 波音预计2023年要招聘1万名的员工 空巴更有1.3万人 增加则是在喷射客机的产量 前约已是欢呼声不断 秒变大型派对现场 去年12月美国联合航空签下波音大单 更是一口气下定 787梦幻机和737MAX各100架 排价合计达430亿美元 超过1.3兆台币 更号称是美国航空史上最大笔的 广体客机订单 我们看见所有的竞争人 转向左转和增加 我们认为正确是增加 但这种利润的利润 是增加了因为所有人都增加了 当他们增加了 也很难返回 联合航空表示 之所以大手笔采购 除了为机队太旧换新 也因为看好国际长途航线 未来的需求将持续成长 在这些时期的确定 是一个选择的职员 在这些时期的时期的时期的时期 是一个选择的职员 在这些百分之百艘船上 在787里 当你看到职员的职员 2014年来新高 使得这间美国飞机制造商 27号宣布 2023年计划在招聘1万名员工 需求集中在商务部门 以及工程和制造部门 亦使得737 MAX客机的交付量 从去年的374架 今年增为上看450架 而787客机的交付量 也预计达到70到80架 不过波音也表示将会 采检支援作用的部分员工 已将人力资源转网 产品和技术开发 五毒严偶 波音的欧洲竞争对手 空中巴士上周也宣布 今年计划增加1.3万名员工 其中约7000个是新设立的职缺 恐怕去年一共交机661架 对比波音只有480架飞机 其中中国市场差最大 去年波音在这里交付超过100架客机 而且中国航空业 还有百架起跳的订单等着空吧 但波音去年向中国交付 只有个位数 苦于737 MAX飞机的事故影响 更有看法认为 中国重新开放国际旅游 全球航空运量 有望在今年中重回疫情前水准 而如今影响产业全面复苏的 不是旅游需求 而是新客机的产能 缓线问录水平最后报道 在海外汽车市场 攻击不足的情势之下 中国是把握住了 全产业链的优势 并且在新冠疫情之下 趁势而起 来看到的是 中国汽车工业 责会公布的数据显示 中国在去年2022年的 汽车总出口量 已经正式超越了德国 成为全球第二大的 汽车出口国 而这当中 比亚迪汽车也取代了特斯拉 成为全球新的能源车霸主 可见中国汽车产业 在疫情时代之下 创下了不少的佳绩 全球车厂竞争激烈 中国极起直追 甚至极下以汽车业自豪的德国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近日指出2022年中国汽车出口量 大幅增长54.4% 达到了311.1万辆的高峰 这个数据超越了德国的265万辆 并成为全球第二大汽车出口国 与位居第一的日本 只有不到10万辆的差距 协会也进一步透露 2022年中国汽车出口量 前三名的中国车厂 分别为上海汽车 奇瑞汽车 以及特斯拉中国厂 其中又以上海汽车旗下的MG 最为热卖 上海汽车在收购英国经典跑车品牌MG后 销量节节攀升 并在最近三年 产联了中国品牌海外销售冠军 在上海建立超级工厂的特斯拉 获得了中国2022年出口量的第三名 特斯拉今年一月在中国 祭出大降价的策略奏效 让特斯拉中国厂的接单量突飞猛进 虽然特斯拉中国厂销量有所突破 但靠着20多人的小规模 白手起家的中国企业比亚迪汽车 在2022年以186万辆的销量 超越特斯拉的131万辆 抢下了全球新能源车霸主的荣耀 2022年比亚迪新能源汽车的销量 将近190万台 稳居全球第一 打造了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国王牌 而中国媒体认为比亚迪的一体化战略 是销量飙升的关键 比亚迪在竞争激烈的汽车市场中 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发展路径 从上游成立矿产公司 到中游的电池 电机 电控 以及半导体系统 直到下游的汽车制造 比亚迪将生产环节一条纹包揽 因此不易受到疫情反复 供应链扰动等问题 而停工或是产量下滑 但是也有专家认为 这个生产模式不但成本高昂 也不够灵活 一旦销量出现下滑迹象 各产线就会遭遇重大冲击 如今遇上特斯拉推出低价车款的新策略 外界预估比亚迪今年的销量增幅 必定会较为缓慢 环宇新闻 薛佩轩综合报导 乌东前线战况越来越激烈 当地时间29日 俄军在对赫尔松州的平民区 发动了猛烈炮击 破坏了当地一栋医院还有舌扫 造成至少三人死亡 六人受伤 而就在同一天 瓦格纳佣兵团也对盾内 茨克州的城镇发动了围攻 暂时被乌军给击退 博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他也坦承 乌尔两军正在乌东各地争夺控制前 而前线的情况现在非常的吃紧 手练操作弹药填装射击流程 驻守乌东赫尔松州最前线的乌军炮兵 利用英国援助的大口径M777榴弹炮 猛轰进犯俄军 每一发都要让侵略者尝到西方重型火炮的滋味 乌俄两军持续对彼此阵地 发动报复性袭击 当地时间29日 俄军锁定赫尔松州平民区猛烈炮击 毁损一栋医院一间学校还有树洞民宅 造成将近十人伤亡 同一时间俄国瓦格纳拥兵团 则是对乌东顿内茨克州城镇布拉霍达特发起围攻 一度声称完全掌控这块战略要地 只不过瓦格纳说法马上被乌方打脸 乌克兰武装部队参谋本部表示 乌军不但守住了布拉霍达特 还击退瓦格纳对另外13座城镇发起的攻势 但是乌方也坦诚 俄军对巴赫姆特市的地面部队侵略尚未告终 战况越来越艰难 急需大量西方武器援助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向西方盟国表示 乌俄两军还在盾内茨克赫尔松等地争夺控制权 前线情势非常吃紧 乌国当局也在同一时间警告 莫斯科正准备在2月24日开战满周年当天 最大程度动员发起新一波攻势 而乌克兰守军也只能使用武力 阻挡这场致命攻击 环宇新闻谢中月综合报导 好乌俄战争持续之下 西方各国相继的向乌克兰提供主力战车 预计总数将会突破320辆 而且这一次的军援行动还未止步 波兰政府又加码援污了60辆的战车 让波兰的国产PT91主力战车 也加入了德国的鲍二 还有美国的N1爱布兰 和英国的挑战者二之列 挺进乌俄战场 西方战车联盟挺进乌俄战场 美国 德国 英国等欧美国家 预计移交主力战车数已经突破320辆 当地时间27日 波兰再度宣布将加码援污60辆现代战车 其中包括30辆波兰国产PT91主力战车 这是二战后首次 美欧陆军现役主战车 肩并肩奔赴欧陆战场 与俄国先锋钢铁雄狮一蹶高下 乌克兰寻求已久的德国鲍二战车 主武器是120毫米滑塘炮 最高行驶速度达每小时70公里 越野性能优良 还配备夜视设备与雷射测距仪 让炮手能够在崎岖地形上行进的同时 轻易瞄准移动目标 此外鲍二配备抗炸装甲 能对简易爆炸装置 地雷或反坦克武器 进行全方位的保护 紧接其后的美国M1爱布兰战车 同样搭载120毫米滑塘炮 最新款式已经装备多层平右装甲保护 对内部人员有极佳防护 伊拉克战争期间 美军的M1爱布兰 曾与敌军T72战车 仅隔50公尺近距离交战 结果在毫无损失下 歼灭7辆T72 当时战功标柄 大获前线指挥官好评 只不过M1爱布兰操作和维修复杂 这也是美国当初不愿松手的主因 至于乌军首批获得的 英国挑战者二战车 则是配备120毫米线塘炮 能在40秒内设计8个目标 也是首款具有搜索猎杀能力的战车 让车长使用的观测仪 能在搜索与瞄准功能之间 任意切换 加快炮击速率 势必成为乌军一大抗恶力气 乌克兰装甲部队防御力 才刚被点满 马上又放眼西方第四战战机 与长城导弹 却被德国总理萧姿回酸 想都别想得到德国战机 尽管被德国拒之门外 乌克兰要从其他盟国获得战机 并非不可能 美国媒体Politico 引述多名华府官员报道 有鉴于战争局势升温 美国国防部一群军官 正在暗中推动 原乌F-16战机计划 乌克兰官员透露 西方盟国正就基辅的战机 与长城导弹请求 进行火速谈判 而在此期间 乌国空军已经编制 50位实战经验丰富 又精通英语的 战斗机飞行员待命 一旦美方核准援助F-16 他们将能在三个月内 完成机种转换训练 然而 有退役飞行员指出 就算乌军如愿获得F-16机队 也必须搭配 美国的E-3空中预警机 24小时的制空巡逻掩护 才能发挥效用 否则F-16将成为俄罗斯苏凯30 还有苏凯35战机枪管下的炮灰 不过这也意味着美方将直接参战 至于长城导弹 西方更不可能提供 一旦乌克兰获得精准长射程武器 将能对俄国本土发动攻击 势必将掀起更大战端 在西方盟友的施压之下 德国日前宣布要来提供 乌克兰暴二主战坦克 被认为是军援政策的 一个重要转折点了 不过现在德国其实在之前 就已经允诺要提供了 700多亿台币物资给乌克兰 除了坦克之外 也会来提供火箭炮系统 还有榴弹炮系统 跟2000多万枚的子弹等等 让外界好奇 这些经费是哪里来的呢 通过今天怀疑新闻点 我们带你来看 德国欧盟的军援 到底裁员来自哪里 首先德国援助乌克兰的军火 很大一部分是来自 既有联邦国防军的库存 德军总共有超过 300辆鲍二主战坦克 另外德国也拥有 欧盟最强大的军工产业 2023年德国就预计 要拨出750亿台币的资金 向军工产业订购军火 其中大部分将交货给乌克兰 至于欧盟则是在去年春天 设立了欧洲和平基金 这是欧盟史上第一次 透过基金来提供武器给第三国 目前欧盟已经提供给乌克兰 超过1100亿台币资金 各国的出资比例 则是按照成员国的经济实力来分摊 最大经济体的德国 自然成为最大的金主 如果某个成员国自己另外提供军援给乌克兰 就可以减少分摊的金额 例如波兰日前就表示将透过这个制度 提供鲍二坦克给乌克兰 其实之前德国一直坚持要先上盟国提供先进武器 然后盟国再转交苏联制武器给乌克兰 一方面乌克兰比较熟悉苏联制武器 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直接提供攻击性武器 给盟国的争议 还可以促进盟国的武器现代化 不过这样的做法就引起了部分盟国的不满 成为这次德国转换方针的原因之一 以上就是今天的环宇新闻点 北约秘书长史托腾伯格 台北时间29号起 他先后要造访南韩以及日本 期盼能够在中国北韩威胁与日俱增之下 来加强与东北亚这两大民主国之间的合作关系 在媒体镜头前握手寒暄气氛相当热络 北约秘书长史托腾伯格到访南韩 受到南韩外交部长蒲正热情迎接 两位国际政要废话不多说 随即展开原桌会议 我们当然关注射击强氧弹试 史托腾伯格台北时间29日起 先后造访南韩与日本 他选择在俄罗斯中国北韩威胁与日俱增的时刻 展开亚洲席 为的就是要联手印太民主国 对抗整个印太地区的霸权主义扩张 史托腾伯格在首战首尔 会晤南韩外交部长蒲正 国防部长李中介等高层官员 探讨双方在军事科技 以及对抗网路威胁方面的合作 寻求抵制北韩核武扩张 南韩总统尹习岳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去年首都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北约领袖峰会 创下北约与这两个东北亚国家一大里程碑 其中南韩政府跟在峰会结束前夕 开设第一个驻北约代表处 深化双方安全领域合作 而史托腾伯格本次亲自访韩 也再次期盼双方伙伴关系 能越来越紧密 维护共同价值 我们确定我们能够做更多 在区域像技术 技术 史托腾伯格结束南韩访问后 将转往日本会晤首相岸田文雄 早在史托腾伯格踏上亚洲行之前 中国官媒就指控北约企图扩大在亚洲势力 此外北韩更是不满批评北约涉足亚太地区 会把肆虐欧洲的冲突也带过来 华语新闻谢中越综合报道 瑞典与芬兰两国加入北约的申请案 从去年5月延烧至今 对此土耳其总统埃尔段他首度表态 他表示土耳其可能会只同意芬兰的加入 并拒绝瑞典加入北约 埃尔段就表示主要原因是瑞典拒绝引渡几年前 试图在土耳其发动政变的库德族武装分子 瑞典与芬兰两国于去年5月正式申请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不过想要加入需要得到所有成员国的同意 而在北约成员国当中 土耳其一直对这两国的加入表达反对及抗议 因此芬兰及瑞典正式加入北约的日子 直到现在都还遥遥无期 但29日时土耳其总统埃尔段首度针对这个议题表态 他进一步透露土耳其可能会单独批准芬兰 而不接受瑞典加入北约 主要原因则是瑞典拒绝引渡数十名 被土耳其认定是库德族武装分子 并在数年前发动政变未遂的嫌疑人 埃尔段表示瑞典若是想加入北约就必须先同意将土耳其眼中的恐怖分子交到土耳其政府手中 怀孕新闻薛佩萱综合报道 英国首相苏纳克最新宣布正式要解除保守党主席查哈威的政府职务 原因是经过政府机关调查之后 发现查哈威他针对自身税务的问题有说辞含糊 不诚实之嫌 在英国现在阵风通膨严重 人民苦不堪言之际 这个案件也引发了众多民众对于英国政府的不满 英国保守党主席查哈威在29日被同党派出身的首相苏纳克正式解除政府职务 原因是在全球经济衰退英国通膨严重生活费高昂人民痛苦不堪之际 身为保守党主席的查哈威却因为税务问题让政府当局成为众矢之之地 我认为这是正确的事情 确保我们在政治上的正确度和正确度 但是我们在做的事实上是我们在做的 苏纳克新任命的独立道德顾问马格诺斯调查发现 查哈威虽然在去年9月已经解决了因为持绕税金而挨罚500万英镑的税务问题 但他从7月开始就已在前首相强身手下担任财政大臣 不过当时查哈威在申报部长利益冲突时 却没主动向政府机关透露这笔罚款 直到这个月被报社爆料 查哈威还曾威胁记者和一名税务顾问闭嘴 并扬言要控告他们诽谤 查哈威表示税务机关已认定他的税务持绕案件 并非为了逃漏税而故意出错 只是即使如此马格诺斯的报告仍然指出 查哈威的行为不诚实不坦诚不足为训 而苏纳克政府正面临数十年来最严重的通膨 以及大规模的公部门罢工潮 又因为查哈威税务案和副首相拉布被控诉霸凌案 让当局政府的形象受到重创 民调显示苏纳克政府将在明年大选大幅落后对手 因此苏纳克决定直接开除查哈威 而非留点面子请他自行辞职 可以看出这件事情对英国当局政府来说事关重大 海域新闻薛佩萱综合报道 美国前总统川普去年底宣布要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 在沉寂了几个月之后呢 他的竞选活动现在也正式开炮 而川普仍不改他炮火猛攻的口吻 批评拜登政府的无能 使得全球处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 他还声称自己如果当选总统的话 乌俄战争马上就能够达成和平协议 不过川普这一次的竞选集会和过去的超大规模相比 似乎是黯淡不少 这也凸显川普在共和党内部的声势已经不如以往 川普宣布再战2024总统大选 29日正式启动竞选活动 首战来到了新罕布什尔州 川普在会上仍不敢煽动口吻 执批拜登政府忍若无能 使得全球陷入世界大战爆发的威胁 川普描绘了在拜登政府领导下 美国黯淡的前景 并且吹捧自己过去在治安 国防和移民方面的记录 誓言要扭转当前通货膨胀的问题 同时巩固美国作为全球大国的地位 在谈及乌尔冲突时 川普甚至夸赛海口 说他如果当上总统 战争冲突马上就能迎刃而解 川普曾经是共和党内部 无可批底的总统人选 不过这场竞选活动的规模 与过去动辄数千人参加的场景相比 气氛显得黯淡许多 消息来源指出 川普竞选当天 有许多共和党的重要官员都缺席活动 因为担心外界认为他们支持川普 曾经是共和党焦点的川普 如今走下神坛 外界认为另一个能够和川普竞争的人选 是刚刚顺利取得连任的佛州州长迪尚特 由于他以将近20%的差距 赢得去年的其中选举 声势如日中天 使得川普迈向2024大选的道路 备受威胁 华语新闻黄于君综合报导 乌东前线的战况是越来越激烈了 俄军在对赫尔松州的平民区发动猛烈的炮击 炸毁了一栋医院和学校 造成至少三人死亡 六人受伤 而面对了俄国强大的攻势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持续的向西方来寻求 第四代战机和长城导弹 那么最新发展是根据美国政府内部官员的说法 乌军想要获得F-16战机并非不可能的事 手练操作弹药田庄射击流程 驻守乌东赫尔松州最前线的乌军炮兵 利用英国援助的大口径M777榴弹炮 猛轰进犯俄军 每一发都要让侵略者尝到西方重型火炮的滋味 乌俄两军持续对彼此阵地发动暴富性袭击 当地时间29日 俄军锁定哈尔松州平民区猛烈炮击 毁损一栋医院一间学校还有树洞民宅 造成将近十人伤亡 同一时间俄国瓦格纳拥兵团 则是对乌东顿内茨克州城镇布拉霍达特发起围攻 一度声称完全掌控这块战略要地 只不过瓦格纳说法马上被乌方打脸 乌克兰武装部队参谋本部表示 乌军不但守住了布拉霍达特 还击退瓦格纳对另外13座城镇发起的攻势 但是乌方也坦诚 俄军对巴赫姆特式的地面部队侵略尚未告终 战况越来越艰难 急需大量西方武器援助 乌克兰才刚到手美国 德国 英国主力战车 马上又放眼西方第四代战机与长城导弹 却被德国总理萧姿回酸 想都别想得到德国战机 尽管被德国拒之门外 乌克兰要从其他盟国获得战机并非不可能 美国媒体Politico当地时间28日 引述多名华府官员报道 有鉴于战争局势升温 美国国防部并不反对原屋F-16战机 还正在暗中推动这项计划 但还需要几周时间才能做出重大决定 乌克兰空军已经编制50位实战经验丰富 又精通英语的战斗机飞行员待命 就等美方核准援助F-16战机 他们将能在三个月内完成相关训练 立刻转换机种 环宇新闻谢中月综合报导 美国军方人员担忧 美国和中国将会因为台海问题发生战争 现在又有美国空军上将预测 美中开战的时间可能会提前到2025年爆发 原因是美国和台湾都要在2024年举行总统大选 这可能为中国创造采取军事行动的机会 包括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迈考尔也担忧 美中在台湾和印太地区爆发冲突的可能性非常高 随着台海紧张局势升温 美国空军上将米尼汉在写给下属军官的一份备忘录中 预测美国和中国可能会在2025年开战 呼吁部队做好作战的准备 米尼汉指出台湾将会在2024年举行总统大选 届时美国也会因为明年底的总统大选而分心 这将为中国创造采取军事行动的机会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迈考尔也认为 美中爆发冲突的可能性非常高 虽然米尼汉的看法不代表五角大厦对中国的立场 但这显示了美国军方高阶将领 对中国试图侵略台湾的忧心 迈考尔表示当时美军撤出阿富汗时被搞得一团混乱 凸显了美国的弱点 这些因素都增加了战事爆发的可能性 对此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引述专家分析指出 美国军方近期有许多人开始议测所谓的开战时间 是因为美军具备好战的基因 同时美军各个兵种之间存在相互竞争的问题 因此渲染威胁成了争取资源的一种方式 不过还是有不少中国人认为 美中爆发战争可能是迟早的事 要解放军保持高度警惕 练兵备战 随着两岸情势升高 美中关系也越来越紧张 北加州台湾同乡联合会举行了50周年的庆祝活动 特别是请到了驻美代表萧美琴丽玲演说 这也是役后萧美琴在矽谷参加的第一场重要的桥界活动 而在媒体联访时萧美琴她也表示 台美关系现在非常的稳健 而且越来越深化 对于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传出要访问台湾 萧美琴也说 虽然目前尚未接到具体的讯息 但表示乐见其成 北加州台湾同乡联合会举办50周年的欢庆活动 由于正值过年期间 请到驻美代表萧美琴前来参加 这也是萧美琴在议后第一个参加的重要桥界活动 现场就吸引大批侨胞前来 萧美琴在接受媒体联访时表示 关于众议院议长可能来到台湾访问的消息 目前尚未接到确切的消息 不过他在对乔峰的演讲当中强调 过去两年多 他已经成功地提升了台湾人在国际间的尊严 目前没有接到什么具体的讯息 但是我想台湾人民一向都 很希望能够更积极地跟世界接轨 跟世界连接 全世界很多关心台湾的好朋友们陆续到访 台湾人民一直是一个开放跟欢迎的态度 而明年初即将进行总统大选 民进党高层可能有各种出访过境的行程 疫情期间 所有相关的出访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包含上次赖普总统过境 也因为疫情的关系 没有办法出来跟我们湾区的详情 直接的互动 是用视讯的方式 那我想我们会在适当的时间点 高层应该都会有一些 未来要过境出访的想法 但是目前我们驻美代表处 还没有接到这个具体的通知 这场活动还请到刚上任不久的 盛和熙市长出席 他对台湾同乡会在疫情期间的 各种捐赠口罩的善举 表示感谢 我非常感谢 整个疫情的工作 他们在疫情期间 在台湾的发展 发展到我们的预线 健康工作人员 这些社会 在我们的社区 在我们的社区 台湾人民的美国 有了一个重要的专业 在我们的专业 在一些我们的大专业 Intel 和Hewlett Packard 回到60年和70年 台湾人民的美国 有了一个基础的 专业的专业 在我们的专业 的专业 这些值得祝福 今天这些专业的专业 是一样的事 在公司 像Supermicro NVIDIA AMD 近年来华尔街的 政治势力示威 弃骨成为美国政治上 不可忽略的一股力量 1973年成立的 北加州台湾同乡会 也致力在政治上 发挥影响力 每年的五月 有到WHA的活动 推广世界卫生组织 还有9月份 UN for Taiwan 希望台湾加入联合国 所以我们其实在 不管是对内 跟乡亲办活动 让乡亲可以有机会聚在一起 我们也花很多时间 希望我们台湾 可以跟美国主流社会 有更多的交流 新加坡正在吸引全球的富豪 新加坡正在吸引全球的富豪 地缘政治紧张之薩 美元也强势 是让负责管理富豪 财富的家族办公司 是急速的增加 新加坡取得了居留权之后 也成为驱动富豪 涌向当地的最大动力 来看环宇新闻特派记者 梅佑成来自新加坡的第一手报道 新加坡正在吸引全球富豪 地缘政治紧张 美元强势 让负责管理富豪财富的家族办公室 成为乱世避风杠 每逢世界动乱 全球的富豪 就把新加坡当成是避风杠 台湾的富豪担心两爱开战 而中国的富豪 则是要躲避共同富裕 全球的富豪都在问 要如何能够拿到新加坡身份 除了亚洲 欧洲因为投入大量资源 援助乌克兰 让富豪担心 政府恐怕会提高富人税 加上对战果扩大的恐慌 在新加坡取得居留学就成为了 新豆富豪 又无向新加坡的最大动力 加度办公室也在新加坡政府的支持下 急速增加 从2020年底的400家 如今已经超过700家 规则透明环境友善 如今就连大学都开设加班课程 培养丰配人才 但是希望新加坡不止吸引富豪 出阶劳工或专业人士 透过不同路径 同样也有可能到新国生活 新加坡有透过很多的管道 在台湾这边增财 提供的条件当然各有不等 好比说三年四年前的时候 有在台湾增过一些台湾的府警过来 当时会有提供说一些政治 就是在你合约期满之后 提供你永久居留 这样子的一个条件 可是很多地方还是要去考虑到 因为近几年新加坡的 这个物价生活水平 其实通货膨胀的因素 都节节高涨 前进新加坡的管道都圆 但因为许多福利仍然具有排他性 必须成为公民 或是获得永居权才能享有 因此如果口袋不够深 只要长期留下来 挑战依旧很多 以上就是环境新闻特派记者 我们用程在新加坡的采访报道 纽西兰最大城奥克兰 遭遇破记录的暴雨袭击 当局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由于当地的淹水灾情相当的严重 也迫使机场是一度停止运作 那暴雨引发的山峰土石流 以及房屋倒塌 还造成至少四人身亡 纽西兰当局也警告 未来几天的天气状况 会更加的恶劣 可能会出现大雷雨 黄色的泥水淹没路面 原本是要让车辆通行的道路 仿佛变成一座湖泊 还有一辆车被卡在中间 动弹不得 只见大量的积水不停溢出安全岛 俨然形成一个小型瀑布的场景 纽西兰奥克兰近日遭遇波济路暴雨 到处都出现淹水洪灾 而暴雨引发的山峰土石流 更造成数名纽西兰人伤亡 一些受到灾情波及的民众 回想当时的情境仍心有余悸 现场画面可以看到 力道强劲的土石流 直接将房屋冲毁 停放在一旁的车辆 也被压得面目全非 这场破纪录的暴雨 造成纽西兰交通大乱 由于奥克兰机场大淹水 使得国际航班一度完全无法营运 甚至迫使一架从杜拜起飞的班机 不得不掉头回到原出发地 严重积水还导致货运火车拖轨 空拍画面显示 火车头已经完全冲出轨道 相当触目惊心 虽然部分地区的降雨已经趋缓 民众慢慢展开事后的清除作业 奥克兰机场也陆续恢复飞机起降 不过纽西兰气象局警告 这周在北岛的天气将会更恶劣 可能出现严重大雷雨 在紧急状况尚未解除之前 呼吁民众小心可能引发的烟水以及爆红 华语新闻黄玉军综合报导 台南古城魅力 从美食到古迹 通通都红到了国外 美国纽约时报旗下的风向杂志 最近专题报导台南引发了讨论 春节廉价台湾台南的旅游人次 就突破了32万人 门票跟周边的设施收入 更是将近了1000万元 相较于去年是成长了6成5 而不只是古迹迷人 台南的小吃美食更是魅力无法挡 先红又大颗的草莓摆满在刹冰上 还有一整颗布丁 最后淋上特制的草莓酱 这一碗可让上门的韬客想疯了 因为台北很湿冷 所以过年想说来台南 然后避寒这样子 今年的来客树大概是比往年 疫情之前在成长两三成 走进台南美食之都 连空气都变甜了 春节期间人潮满满满 牛肉汤名店不到中午 已经排了长长人龙 第一次排这样的店 所以觉得很期待他们的美食 因为听说这是这附近的地牌名店 来凑一下热闹 根据统计今年春节台南景点 人潮破记录 初一到初八总计超过32万人次 门票及周边设施的收入更将近1000万元 比起去年就成长了65% 其中水稻博物馆以164万元的门票收入 连续四年稳坐冠军 其次则是安平古堡的141万元 都展现了台南文化观光的吸睛实力 整条街的灯会特别的有年节的气氛 对啊 而且都是在地台南人自己守卫的 1600盏的彩绘灯笼高挂 结合庙宇 普济灯会 还被票选为台湾十大灯会之一 从美食到古迹 甚至文化风情都让台南古都红到国外去 纽约时报旗下的风尚杂志 还刊出介绍台南的专文报道 标题就是主厨与九宝 替台湾最古老城市注入新生命 很感谢他们对于台南的这个肯定 尤其他对台南肯定 除了我们固有的这种文化上的 美食上的这个描述之外 也对于台南的整体的市政 有一些好的一个看法 台南古都风暴登上国际版面 吸引国外的观光客 至于台湾的后山花莲 也被知名旅游平台评选为 2023年世界最受欢迎的旅游城市第二名 而且还是前十名当中唯一的亚洲城市 走一趟台湾 环岛朝圣深度探索各地景点 欢迎新闻成员为无名夜 秋子凌台南报导 开工第一天 很多人都在想如何来招财 今年可以试试新的方法 有人用酒精性墨水 还有一支吹风机 做出了像流体化一样的创意春联 而兔年招财也可以选用兔年的幸运色 像是紫色灰色玫瑰红 都很有喜气又很美观 另外在居家办公室摆放植栽 经由扩香更换破损的皮夹 都能替兔年带来好运 在合成纸上滴上纯度95%的酒精和墨水 接着用吹风机使其融合 所以它一开始要先把酒精跟墨水 一间融在一起 利用吹风机风速温度 还有酒精快干的特性 让墨水来回灼色 最后印上吉祥字 就成了极具美感的酒精墨水 创意春联 墨水跟酒精它其实很容易 就是会乱飞乱跑 所以吹风机的拿法角度 以及它要怎么跟着墨水移动 观察墨水跑动的位置 跟水分的多寡 红色春联喜气 紫色灰色玫瑰红 兔年幸运色更能周才周头花 但除了贴春联 你还能这样做 在家中南方 种原液绿色植栽 北方放风铃水或花生 随身穿戴幸运色衣物 皮夹破损一定要换 就连办公桌 左前方放精油扩箱 电脑桌面换山水皱 也能招好运 在这个家里的门口 挂一只小白兔兔子 翼座的啦 木座的啦 石雕的都可以 那兔子上面要加一个 一千块或者五百块 让兔子咬钱回来在你家 周才花照百出 从居家到工作百事样样来 希望迎兔年的同时 也能迎来才神 欢迎时尾 林志鹏白云飞台北报道 内阁改组之后 国防外交还有两岸 部会首长都留任 外界解读 这是为了因应 2023年更为棘手的 台美中三方关系 尤其是美国众议院 议长麦卡锡传出可能会议在 四月份时访台 势必会引起中国更强烈的反弹 如何化解两岸 剑拔弩张的气氛呢 中国会比去年八月围台军演 更全面更震撼的反制行动吗 2025年可能会攻台吗 国防部长邱国正说 对任何可能都要重宽认定 我们不会讲你放马过来 不要把自己吓怕 但是也不要小觑敌人 航空母舰发射飞弹 瞬间喷出大量火花 中国军方在网上播出 演习影片大秀军事肌肉 两岸局势越来越紧张 传出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肯在四月访台 两岸冲突恐怕一触即发 就是平常讲的 对任何一个可能发生的事情 我们倒有个意义 目前国防部也朝这方面来着手 是否能够成行 我们尊重美国自行的判断 如果能来 好朋友来 当然就好好招待 那麦卡锡访台 对台湾来讲 对美国 对世界来说 都是一个正常的往来 麦卡锡会不会来台湾 略营小心应对 因为去年八月 前中医院议长 裴洛西访台后 中国随即展开 围台军演 如果麦卡锡再度来台 中国已经扬言 会有更全面 更震撼的反制措施 去年的这个裴洛西访台 因为它被中国大陆判断说 还是很重大的一个 美国在动作上的一个改变 那主要还是判 取决于 北京 它用什么样的方法 来做阴影 或是做反制 甚至是假设要 举行所谓的军演 它的幅度跟规模 有没有可能大过于 去年八月份 一旦让中国的威胁 成为台美关系决策的依据 这等于是鼓励流氓国家 变本加厉 中国可能会采取相关的动作 不管是军演 或者是相关的外交 麦卡锡访台成为 2023年台美中三角的关系中 最棘手的问题 因此内阁中 外交部长吴钊燮 以及国防部长秋国正 陆委会主委 秋泰三 国安团队几乎全数留任 就是要稳定台美 以及两岸关系 这些国安相关领域 因为它是知识体大 而且它的敏感程度最高 所以在这方面 可能还是用比较既有的人选 能够熟悉相关的事物 而且跟蔡英文总统 保持很密切的一个互动 麦卡锡会不会访台 还是未知数 但两岸情势 已经再度成为国际焦点 欢迎新闻 林博焕王一德 台北采访报导 欢迎回到环宇晚间新闻 总统民选以来 任期最长的行政院长苏贞昌 今天正式率领内阁总辞 他大赞团队表现 备受肯定 更要阁员留在团队 政治责任由他来承担 而前副总统陈建然 接下阁魁后 新内阁名单也正式出炉了 有29人留任 9名官员新上任 还增加了4名女性成员 让女性阁员的比例来到17% 但是这一次名单 也有不少参选失利而入阁的 被蓝英算是败选者联盟 更被外界质疑是派系共治 准行政院发言人 陈宗彦反驳了 说不是考虑派系 而是用人为财 千言万语 鞠躬敬礼 谢谢你 向阁员深深欲鞠躬 行政院长苏贞昌 正式率领内阁总辞 被检验的 被留下来的 我们都通过了检验 而且我们真的是纯度 万尊之9999 成色十足 各位确实是做得非常好 这要由我这个带头的人来承担 检讨败选责任 苏贞昌意间扛起 不过他在位超过四年 已经是总统民选以来 任其最长的行政院长 离开前按照惯例跟阁员派毕业照 还送了阁员茶叶 期许大家耐得住高温 阁魁苏夏成上 新内阁名单也正式出炉 改组是以温暖及坚韧 这两个作为主轴 内阁中有29人续留 9名首长新上任 像是陈宗燕当行政院发言人 前基隆市长林又昌当内政部长 李永德当政委 史哲兼文化部长 肖宗黄接故宫博物院院长 而另外黑委会主委 由立委管碧林担任 财政部长庄翠云 乔委会徐家青 跟原能会张静文 跟过去苏内阁相比 增加了四名女性阁员 来到七人 女性首长比例达到17% 不过名单也被外界质疑 是民进党的派系共治 像是落选的前台北市员梁文杰 就担任陆委会副主委 前北市议员阮昭雄 接下乔委会副委员长 参选嘉义市长失利的李俊逸 当劳动部次长 更被蓝英大酸 是败选者联盟 绝对没有这个派系之间的思考 更是依照这个用人为采的 这样的精神来言 陈杰仁内阁即将上任 小幅度改组能带来多少新气象 外界都在等着看 华语新闻 蔡宇智宋剧李鼎强 台北采访报道 好春节手气不好没有关系 今天初九天宫生日 农民力的好日子 彩券行景满享是手气的民众 因为春节加码2000元 呱呱乐 投奖2000万还有200万 现金和宾市都还有六个名额 大奖还没有开出来 不管乐透还是呱呱乐 买气都筹行 采计行门口大牌长龙 初九开工适逢天宫生日 彩民也想在好日子拼手气 我刚买这个是200的 因为今天正月9号天宫生 我有呱2000的有中一万 亲朋友吃个饭这样 因为我们说整本整本买 拼个几率看看有没有大奖 500 1000 2000的呱呱乐 全部都是很热门 比去年大概好两三倍跑不掉 一连刷十多张呱呱乐 全都中奖2.5万爆回家 不过这还不够 因为2000元的呱呱乐 投奖2000万 现在还有六个幸运儿没出炉 六台宾市等你开回家 更有上百人都有机会 当百万富翁 就连威力彩也连三杠 投奖上看3.7亿元 有 我有买了 先买一栋房子再说 就威力彩跟大乐透 我可以去到处旅游啊 或者是分一点给家人啊 大乐透一组可以对两种号码 而且春节加码的百万大红包 目前还剩下79组 如果到元宵节前 没有全数兑完 就可能一人独得上千万元 而想中奖 选对采券行也很重要 南投竹山大横宝采券行 春节就开出三次大奖 九年来更累积十一个大红包 高雄沿城台北文山 新北土城的采券行 过年也连装重大奖 千万以上是最好 是持值 有可能 都拿来投资 最佳是蛮大件的 所以我们都会跑来这里 三千 两千 一千都有 不过多家采券行 两千元呱呱乐早已卖光 业者分析买了还没呱 没对奖想到银行兑换 都有可能是 投奖还没开出的原因 提醒民众把握三个月内 对奖黄金旗 千万别让财神过门而不入 而新闻将不会搬飞台北报道 瞄准开工商机 各大餐饮业者都祭出了开工优惠 像是五星酒店吃到饱餐厅 原价一千五 现在限时只要九百九十九元 业者乐观预期 可以有两成业绩增长 连速时业者也抢劲祭出了 大数鸡块通通买一送一 要让民众在开工这一天心情不犹豫 起司蛋糕上挤上鲜奶油 再铺上新鲜草莓让人垂涎三尺 另一头大虾蛋菜铺满满 这家五星酒店吃到饱餐厅 是不少涛客最爱 在兔年开工这一天 原本每个人要价一千五以上 现在限时九百九十九元 拉开山帘 阳光洒落 还有大片落地窗 云天路太方心事日可最爱 住一晚要花近万元 为了让民众开工不忧郁 这两天也限时寄出 两个晚上九千九百八十元 如果我时间允许的话 就会跟朋友缘 对 对 然后也是一个聚餐 我们的自住餐厅 会跟原价相比 大概有六三则左右的这个优惠 那我们战孤跟去年同期 这个活动比较起来 会有两成左右的增长 不想花大钱吃大餐也没关系 素食业者也赶上这一波开工优惠 只要你下载好这个APP 就可以参加开工福袋 呱呱乐活动 随便呱一呱就可以抽中 买一送一 台面上从大薯 麦克机块等总共六种产品 只要动动手指头 就可以轻松把优惠抓进手中 同样祭出买一送一优惠的 还有肯德基跟汉堡王 鸡块玉米浓汤 牛肉饱可乐 统统买一份送一份 拿破里更夸张 30号跟31号喊出炸鸡买食送食的超杀优惠 就是要冲一波买气让民众摆脱开工厌世感 有空的话会啦 但是如果赶时间我就不会再特地做这个动作 我刚才有用啊 是薯饼 偶尔可以用点数换一些小东西 各大餐饮业者紧抓开工商机 卯足全力吸引兔年先抢荷包 华语新闻装品达张亚株台北报道 前副总统陈建然明天将正式接任隔魁 但是原先中研院特聘研究员职务月薪上看49万元 将以核准戒调留职停薪保留 就被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批评 陈建仁根本就舍不得放弃高薪 加上他之前频频护航高端疫苗 明明自己打的是安慰剂 还为高端疫苗挂保证 现在还没有就任 争议满天飞 准行政院长陈建仁春节假期结束后 第一天现身圣家堂做迷萨 因为31号他就要成为新隔魁 我今天特别祈求天主 是给我勇气 慈悲 智慧 宁静 还有谦卑 让我能够好好的来为2300万人民服务 也希望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经济繁荣 不过他还没有正式上任 在野党已经展开共事 原先中研院特聘职务院 新高达49万点偷担任隔魁 没有请辞却是核准戒调留职停薪 被批评放不下又人高兴 陈建仁接了 行政院长 就不应该太见面这个职位的报酬 或者薪水 学而优则事而优则学 这也没什么很特别的啦 只不过让人家觉得说 好像他那个斤斤计较的时候 那格局就有点其实蛮小的那种感觉啦 多次表态力挺高端疫苗 甚至被称为高端代言人 但是高端问题不断 他成为隔魁后 总得给全民一个脚带 打高端疫苗后 表示无不适感 之后 之后 虽然打是安慰剧 他的科学家 一点都不科学 陈建仁扮演一个很重要的 应该是穿针引线的一个角色啦 那后来呢 帮一个所谓的代言人 那个远然就是代言人 那是更是比较 比较低的这样的角色啦 这有胸的感觉 其实相当的难看 而农历春节前 早就传出他会接任隔魁 但是受访时却说 总统蔡英文没有征询过他 更表示自己一直做研究 没有谈过阻隔的事 过了几天就传出他点头接隔魁 诚信大打折扣 我们希望蔡政府的内阁 是能够苦民所苦 为了全民好的内阁 而不是一个只重视选举 只重视派系第一 只重视分官位的一个内阁 陈建仁争联环报 在野党磨刀磨刀磨 要把所有的争议放在显微镜下 好好解释 欢迎宣传室 宋志宁台北蔡磨刀 新内阁31号就任 民进党开始备战2024 但是国民党却连出战人选 都还没有出炉 尤其党内办不办出选 更可能会影响到 最后出现的人 传出如果采用全民调的出选 呼声最高的 就是新北市长侯佑一 但可能面临 要不要参选的两难困境 参选怕引发落跑质疑 但是不参加出选 却可能被出局 如果采用协调的方式 可以直接征召侯友宜 但是却可能引发 其他人的反弹 主席朱立伦说了 初选就等三月初 南投立委补选结束后 再讨论吧 拱手跟大家拜年 新北市长侯友宜 开工第一天 留在新北市参加市府与议会团败 他没有到国民党中央参加团败 难道是跟朱立伦亡不见王 虽然没有正面回应 不过接下来2024总统大选 民进党已经积极备战 那身为党内呼声最高的战将 侯友宜选不选成为党内最大焦点 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佳表示 国民党办总统初选可能性很大 侯友宜面临两难 要不要参加初选 若侯友宜不参加初选 就有出局的可能性 还是要把所有的工作的重心 摆在新北市上 我现在是新北市的市长 新北市还有很多的工作 要去带动给台湾的发展 若是侯友宜不参加初选 也有可能会采用被征招的模式 甚至也传出了朱立伦 可能会以总教练身份上阵带打 侯市长其实是一个 非常优秀的一个人才 我们侯市长是我们国民党 最强的母鸡 3月4号的南投的补选 我们一定要团结努力 之后我们再来讨论 包括立委 包括总统的2024的选举 侯朱两人都没把话说死 不过党内早就暗潮汹涌 可能出战2024总统大选的人 除了朱立伦 侯友宜 还有中广董事长赵绍康 以及宣布参选的张亚中 而党外则有呼声很高的郭台铭 想选的人多 但是侯友宜还是最强人选 如何避免重蹈2020 初选党内分裂的复彻 找出最强候选人 就看党中央如何聚中协调 环宇新闻 蔡宇志杨芷玉台北报道 今天是农历大年初九天公升 各地庙宇还是涌入了 满满的乡客参拜 而且过年这段时间 乡国鼎盛 也让商游钱是越来越多了 高雄就有公庙 累积的商游钱 多达一两千万元 但是因为银行没有开门 还特地出动警方帮忙 保管户潮 农历大年初九天公升 各大庙宇都挤进拜天公的 满满人潮 像是高雄一城堂关帝庙 还自制二十顿大龟王 绕境祈福 更吸引乡客参拜 像我们昨天晚上 那个拜提供 就增加了大约一倍的人出来 以我们一城堂来讲 就是大约成长有三成 香油钱 苗方人员提着行李箱 里头装了满满的现金 不敢大意 还出动警方帮忙互抄 因为在过年期间 香油钱惊人 甚至预估高达一两千万以上 人事多 所以我们的邮箱的部分 也提高不少 对 所以我们的邮箱 大概 我们的邮箱 大概比去年在成长 大概应该有百分之十左右 辖区的派出所 他每一年都会协助 我们做这一个 护操的动作 警方在春节前后 提供民众财产 安全的各项保护措施 及护操工作 香火鼎盛的庙宇 过年期间的香油钱等收入 就是因为过年期间 银行没有开门 香油钱太多 没地方存放 才需要人民保姆出任务 帮帮忙 欢迎新闻林维凯 吴明夜秋子 林高雄报导 开工日新气象 第一步就从办公桌开始了 摆放一些植物 盆栽 能够净化空气 还可以招财 替万年青榜红色神结 旁边还有蒲葵 这里不是植物园 而是办公室 开工这天 大家卯足全力 招财开运小物 隆综来 随身携带 在身边的大八卦 都会去火炉里面过三圈 可是我都不止过三圈 我可能会过到九圈 这些万年青蒲葵 都是招财又劲爆的 我办公室是直接放这个符 就放在桌面上 开工第一天 一定要带一个大吉大利 大牌 带这个的话 直接连到八 超扯的 好想发大财 在办公室正中央 放上五路财神符 祈求财源滚滚 网友也分享新年招财 五pebo 亮色靠电桌椅 有助升官运 盐灯摆在45度角 舒缓压力 提升正能量 还有桌子右手边 摆放粉水晶 给你职场好人员 或准备五色钞票 增加财运 从商这样子的一个公司 行号来说 像是门神财神 这样的双神 在近期民众的那个 采贡量也比较大一些些 可爱系颜值系的 这种脚踏垫 然后或是像是一些 疗愈的抱枕 这类的商品都非常受到 那个上班族的喜爱 有了这些交财的小物 上班族最期待的 当然就是获得老板的赏识 能够加薪 其实只要掌握黄金的时机 都能够提高成功几率 散准timing加薪上 完成重要专案 获达年度烤鸡时 别忘了具体说明 个人绩效 另外选对日期也很重要 星期一太紧绷 不妨选择放松的星期五 开工啦 替职场除旧迎新 招财小物加薪招数 通通使出来 就是希望兔年 事业蒸蒸日上 环宇新闻 吴华安陈品珍 台北采访报导 京兔年台股开红盘 但是面对2023的经济发展 国内五大研究机构 是一致认为 恐怕是外冷内凉 有感通膨的一年 除了会面临经济成长率 保二大战之外 从去年开始的高通膨压力 依旧是挥之不去 再加上欧美强势升息 消费支出下滑 就连带影响到出口产业 让台湾经济前景增添变数 走一趟百货公司 替代率已经不如以往 高通膨时代下 小老百姓花钱斤斤计较 以前一件都几百 两三百三四百 应该就有了 现在随便也有时候 常常一件就一千多 国内各大智库 对今年景气看法保守 认为将会是外冷内凉 有感通膨的一年 台经院认为 全球经济趋缓需求减少 外界预估今年景气最差 会落在第二季 但恐怕得更加保守 至于中大台经中心 强调通膨很有感 去年高基期 加上全球需求下降 很难过上好日子 尤其台湾出口 占GDP比重高达七成 欧美升息也冲击消费支出 台湾更难独善其身 众经院也说 这样对台湾出口很不利 消化库存还要花上更久的时间 原大宝华则认为 第三季是关键 可以先观察OECD国家 全球领先指标 至于中研院则分析 乐观预估 必须等到第三季好转 今年的情况大概央行 也不至于会降息 所以说定存的话 大概是一个最保险的一个 这个处理个人资产的一个方式 在下半年呢 如果说主要央行 由鹰派找为隔派 再来进行一些 这个资产配置的 这个股债布局的话 似乎是比较理想 在全球笼罩经济衰退威胁下 不想蓝色小朋友有去无回 以推为进才能安全保本 华语新闻客观成高龄景台北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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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订阅分享